小姐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 等裴眼珍来了 我就给他安排上 今夜喝多了 不就无事发生了 可是按照画本上的一般套路来讲 都是惯人的那个 先被惯趴下的 笑话 我爹是谁啊 我爹是灵州商场之上 半辈子摸爬滚打的酒量 就算在我身上打个对折 干倒一个白面书生 还不是轻而易举 本小姐陪嫁的女儿红 果然春夏 保准她一口便上头 来了 小姐 坐坐坐 坐好了 来 来 好 好了 酷爷 娘子还未休息 今日本是新婚之夜 让娘子受惊 陪某在此 给娘子陪个博士 请姑爷先盖头 事事如意 样样顺心 哦 姑爷 喝 喝 喝酒 喝 喝酒 夫君 小女子还未用膳 不知 你是否愿意 与我一同用膳 自当如此 请搜紧 请慢 娘子 你为二人新婚之夜 丫鬟在此未免有些不妥 不妥 没错 夫君缜密 李庸 先下去吧 小姐 万一你需要我帮忙呢 万一你有危险呢 我与夫君同处一事 能有什么危险呀 娘子说的是 这第一杯酒 敬我与夫君 天赐良缘 千里姻缘 一线千 多谢娘子 这第二杯酒 敬你我坦诚相待 夫妻和美 白头偕朗 自当如此 这第三杯嘛 这第三杯 我可得罚你 今日大婚 乃妙儿人生中最重要之日 而夫君却当街被抢 让妙儿着实担忧啊 担忧 对啊 担忧得不可终日 我这不就带了绿鹰 上街去寻你了吗 那娘子 为何还带着嫁着 自然是把你给赎回来了 怎么 夫君 该不会是不信我 娘子难道不想问问 九公主是怎么回事 裴某之前 在狱前 与九公主见过几面 公主 曾有意于我 可裴某身子不佳 故而 前往灵州为官 此事 就此做罢 有点事 不小点事 千万别说话 哎呦 哎呦 夫奶奶 你小点事 谁是你夫奶奶 啊 这大晚上的 你鬼鬼祟祟干什么 不是 谁谁鬼鬼祟祟的 哎 倒是你这个臭牙子骗子 爬窗户干什么呢 哦 你眼在透明 出口 等肚子 不成形 我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 走 哎 不过 话说到此处 既然九公主她们 可以来这儿找你 那你又是如何脱身的 娘子所问 裴某定知无不言 只是这新婚之夜 唯有我独自一人饮酒 未免有些不妥罢 Nicole 氏 走 帮我 我给你 回报 富翁 老公 你不妥罢 我小姐 我不是 我被人呈 成婚 还是要让所有的人一起陪葬 公主 万经之躯 如何行事 裴某无力阻拦 也不想阻拦 只是逼婚一事 裴某 恕难从命 裴眼珍 我为了你 连我皇兄母后的话都不听 这天下的人对我指指点点 我都不顾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沈妙能吗 其他人能吗 别人或许不能 但裴某不需要 是谁告诉公主 满腔热血的付出 一定要有所回应 裴眼珍 我这般如花似玉 千金贵昼之躯 排到你面前 你居然不要 裴眼珍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 自然不是 什么 一年前 为何聚婚不娶 为何离开京城 公主未曾想过吗 你不是生的不好吗 群肠病弱 怎会不能娶妻 我怎么会知道 好 那裴某今日便告诉公主 在下不好之处 便是自幼体虚 身患隐疾 即便成婚 也是辜负家人 我看 就这儿 九公主她能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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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